生活當中的勞動不等於運動 縣議員許子芳和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 合作的體制能檢測 一連兩天是在花蓮社福館的六樓舉辦 希望透過科學數據 讓民眾了解到身體健康的狀況 透過體制能提高改善民眾對於身體狀況的了解 注重自己的身體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縣議員許子芳與中華國際全方位照護學會合作 對23到64歲的民眾進行免費的體制能檢查 提供民眾訓練方案提升自我體制能的認知與重視 重視到自己的健康問題 然後透過這一次的體制能 然後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態 這次辦的是免費的體制能檢測 如果您到診所或者是醫院的話 要自費的 然後會希望大家可以重視最主要的 就是要重視自己的身體狀況 全方位照護學會十位指導員 特別來到花蓮 23號到24號一連兩天在社福館六樓 進行免費的體制能檢查 大哥是第一次來檢測嗎 嗯 是的 有沒有感覺怎麼樣檢測結果 嗯 不錯啊 就測試一下自己身體的機能 高雄大同醫院指導員劉文綺表示 透過身體組織分析 肌力適能軟度檢測 心肺適能檢測四個檢測項目 讓民眾能夠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透過三分鐘的一個踏步頻率的變動 瞭解到民眾呢 他們不常的運動量 是到什麼程度 那另外可以瞭解到他們的心態功能 是好或是不好 那經過這一連串的體制能檢測呢 我們可以瞭解到民眾的整個的 身體適能的狀況 那可以透過我們最後一關 有個安全性 有個那個指導員的說明 讓民眾知道 我們平常可以再多做一些什麼運動 來加強我們的身體適能 目前約有150位的民眾 進行了相關的體制能檢測 民眾也希望每一年 能夠舉辦相同的檢測活動 讓民眾能夠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些人他是比較沒力氣的 還是他比較緊的 還是說他是心態比較不好的 運動容易喘的 那我們是藉由這次的活動 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哪一個方面比較不足 然後呢之後呢他們可以去選擇他們適合的運動 心態不好的人 然後就去選擇一些像是瑜伽課 那個有氧課程啊等等的 身體比較柔軟度比較差的 他可以去選擇像是柔軟度的課程 那個瑜伽的課程 功能性的體制能檢測過程當中 讓民眾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與表現 能夠提早發現生理機能的退化 提早加以控制就能夠延緩進入惡性循環 守護民眾的健康 良好的體制能得以延續慢性疾病的發生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